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纳米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微观世界的时尚达人,纳米纤维的衣橱秀 二,隐形护盾的秘密,纳米涂层的保护魔法 三,电子的微缩乐园,纳米电子学的奇妙探险 纳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微观世界的时尚达人,纳米纤维的衣橱秀 在微观世界的时尚替态上,纳米纤维无疑是那位总能吸引无数闪光灯的超模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和多功能性 而且,它们在穿搭方面的创新能力,简直可以让任何一位地球上的时尚设计师汗颜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纳米纤维的身材 这些纤维的直径通常在纳米级别,即十一分之一米 这让它们在微观世界里就像是穿着高定晚礼服的名模 既有着令人惊叹的纤细,又不失力量和韧性 这种独特的身材赋予了纳米纤维无与伦比的物理和化学特性 使它们成为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眼中的宠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纳米纤维的衣橱 这不是一般的衣橱,而是充满了各种高科技服装 每一件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和用途 比如,有的纳米纤维衣服能让它们在医疗领域大放异彩 比如,作为药物传递的载体 或是用于组织工程中促进细胞生长 还有的服装则让它们在环保领域展现出色 比如,用于水处里的过滤材料 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有害物质 而在时尚界,纳米纤维也绝不落后 它们的智能服装可以根据环境变化 调整透气性和保暖性 甚至能够变色,让穿着者随时随地都能成为焦点 当然,纳米纤维的衣橱里还有很多神秘的服装 比如能够存储能量的电池服务 或是能够感知外界信号的传感器装 这些都让纳米纤维在未来的科技发展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总之,纳米纤维在它们的微观世界里 就像是一位身着高科技时装的时尚达人 不仅在科学研究中大放异彩 也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它们的衣橱秀令人目不暇接 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期待 在这个微观的时尚舞台上 纳米纤维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隐形护盾的秘密 纳米图层的保护魔法 在我们这个充满奇迹的现代世界里 有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魔法的科技 那就是纳米图层技术 这种技术如同古代巫师的隐形护盾 为我们的日常用品提供了看不见的保护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项 看似来自霍格沃茨的保护魔法 纳米图层的秘密 首先我们得了解什么是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设计的尺度是纳米级别 1纳米等于11分之1米 这个尺度上的物质 展现出了一些非常奇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世界是由乐高积木搭建的 那么纳米粒子就是那些最基础的 最小的积木块 通过对这些微小积木的精确操控 科学家们可以创造出 具有特殊功能的材料和表面 现在让我们聊聊纳米图层 这种图层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形的盔甲 它能够赋予物体一些超乎寻常的能力 比如 有的纳米图层能让你的眼镜变得防水防污 再也不用担心 在炎热的夏日或是喝一碗热汤时 眼镜变得模糊不清 有的纳米图层能让衣物抗污 即使不小心撒了咖啡或红酒 也能轻松擦拭干净 仿佛拥有了赤水咒语 更有趣的是 这种隐形护盾还能应用在医疗领域 想象一下 通过纳米图层技术 医疗器械表面能够抵抗细菌的附着 这不就像是给医疗器械施加了一个抗菌咒语吗 这样一来 医院中的感染率就能大大降低 保护了无数的生命 当然 纳米图层技术的应用远不止这些 从汽车到手机 从太阳能板到建筑材料 纳米图层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让它变得更加美好 这种技术 就像是一位现代的魔法师 用看不见的力量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可能 最后 虽然纳米图层技术听起来像是魔法 但它其实是科学的结晶 这提醒我们 只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创新 今天的魔法 明天就能成为现实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某个物品 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特性时 不妨想想 也许那就是纳米图层技术 在发挥它的保护魔法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电子的微缩乐园 纳米电子学的奇妙探险 在这个微观的世界里 电子们正享受着 他们的微缩乐园 纳米电子学的奇妙世界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名 只有几纳米大小的游客 穿梭在这个 由原子和分子构成的 迷你乐园中 你会发现 这里充满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观和冒险 首先 让我们来到了 名为量子隧道的 惊险游乐设施 在这里 电子们不按常理出牌 他们可以神奇地穿越 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不是魔法 而是量子力学的奇迹 想象一下 如果人类能像这些电子一样 我们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堵车了 直接隧道穿越到办公室 岂不美在 接下来 我们来到了超导过山车 在这里 电子们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队 手拉手在没有任何电阻的轨道上击齿 这种现象在宏观世界中 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几乎所有东西都会有摩擦或阻力 但在纳米电子学的世界里 电子们却能享受到 这种极致的畅快感受 不仅如此 纳米电子学的乐园里 还有一个叫做自旋旋转木马的地方 在这里 电子们不仅仅是移动 它们还会围绕自己的轴旋转 这种旋转被称为自旋 科学家们正在尝试 利用电子的这一性质 来开发全新的计算技术 量子计算 如果成功 未来的计算机 将不再是简单的处理零和一 而是能够同时处理海量信息 大大提高计算效率 最后 当我们离开这个奇妙的纳米电子学乐园时 不禁感叹科学的魅力 这个微观世界 虽然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 但它正是构成我们现实世界的基石 科学家们正是通过探索这个微观世界 不断推动着技术的进步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所以 下次当你使用电子设备时 不妨想一想 那些在纳米电子学乐园中 欢乐穿梭的电子们 正是支撑起我们现代生活的小小英雄们 总结起来 纳米纤维 纳米涂层和纳米电子学 都是微观世界中的科技奇迹 它们在不同领域 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和创新能力 纳米纤维在时尚界展现出了无限的可能性 纳米涂层为我们的日常用品提供了看不见的保护 而纳米电子学则带领我们 进入了一个充满奇妙冒险的微缩乐园 这些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纳米技术的应用正在不断拓展 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创新 而这一切的背后 是科学家们在微观世界中的不懈探索和努力 所以 无论是时尚达人的纳米纤维衣除锈 还是纳米涂层的保护魔法 甚至是纳米电子学的奇妙探险 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想象 而这个未来 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关注和参与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纳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